欢迎您收看中国财经简报 中国一些地方政府借助逐利执法增加收入 华尔街日报 疲软的中国经济促使一些资金短缺的地方政府寻求非常规收入来源 一些地方政府的执法人员已逐渐成为当地政府收入的一大来源 据官方媒体报道 作为充实地方财政的一个手段 中国数个地区的警察和其他执法机构 加大了对违反交通规则、商业和安全法规 以及其他轻微违法违规行为的罚款力度和评次 在某些情况下 一些地方警察对于本地辖区几乎没有明显联系的案件进行了查处 甚至对几百英里外的违法嫌疑人进行了追查 一些律师和官方媒体称 这些手段是为了没收被指为不义之财的资产 今年早些时候 中国东北边界地区的警察驱车逾600英里来到北京 拘留了一家视频流媒体初创企业创始人 他们指控这家公司从事非法的多层次传销活动 这家名为学历星球 Shiwani Shintu的公司之后 指责调查人员捏造罪名 跃权管辖 试图谋取这家初创公司的资产 该公司也称未来学习Future Learning 另一个例子是 一家中国加密货币交易所的创始人指责无锡市警方超越管辖范围 对这家初创公司展开形式调查 理由也是涉嫌使用非法的多层次传销手段 中国政府抨击了这种大肆没收资产和处以罚款 以增加收入的做法 称这是逐利执法 随着中国在新冠疫情后的经济复苏乏力 以及房地产泡沫破裂 这种长期存在的现象再次爆发 促使中国最高市场监管机构 本月宣布对滥用监管权力填补金库的行为进行新的打击 实施新冠动态清零政策的开支 加剧了许多地方政府的债务困境 而土地出让金的急剧下降 使他们失去了一个重要的收入来源 财政部的数据显示 2022年中国地方政府与土地相关的总收入同比下降了23% 主要原因是国有土地出让金减少 无奈之下 地方政府想方设法增加收入 一些地方政府利用虚假交易 设立表外融资工具 从自己手中购买国有土地和资产 许多地方政府还加大了执法力度 通过罚款、收费和没收资产来创造收入 例如 今年5月 一家中国官方媒体报道称 中部省份河南省的有关部门 对卡车司机的操纵行为 处以不同寻常的重罚并重复罚款 一名司机称在短短两年内收到了58张罚单 总额约合3.8万美元 这引发了公众的愤怒 一位在该报道中被拍摄的运输执法部门的官员称 经过三年的疫情 现在财政都没钱了 这叫执法到位 该罚的钱必须给罚 地方部门后来否认 对执法人员开出的罚单 设定了任何限额 中国财政部允许公安机关 在执法过程中收缴资产 走私案件除外 并上缴同级国库 中央政府对地方公安机关 如何跨辖区办案设置了限制 但官员和律师表示 为了追查能带来足够多经济或政治回报的案件 警方有时宁愿无视这些规定 中国政府一直在努力遏制这种现象 2021年 中央政府斥责了北方城市罢州 原因是该是命令官员用罚款 收费和其他非税收入弥补财政缺口 这场运动式执法 在两个月内获得罚款和没收资产价值 合计900多万美元 同年 时任中国公安部部长的赵克志 要求公安部坚决整治逐立执法 违规跨区域执法等执法脱出问题 鼓励官员更好地执行 整治这些行为的规定 在英国监狱中 性侵12岁卑诗省女孩的男子被判32年徒刑 加拿大CBC 一名名叫凯文 布洛克的男子因在英国性侵和诱导年轻女孩 包括一名来自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12岁女孩 被判处32年监禁 布洛克于2月份在剑桥被逮捕 并被控包括与儿童进行性沟通 强奸 性侵犯 拥有儿童淫秽图像 以及网络诱导相关罪名 警方在TikTok和Snapchat等社交媒体平台上 发现了儿童性虐待材料的证据 以及与数百名未成年女孩的联系 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皇家骑警协助调查 并帮助确认了一名布洛克诱导的当地受害者 皇家骑警强调了国际合作在调查和预防网络性剥削中的重要性 房屋在火灾中烧毁 但小小的技巧让浴室完好无损 英国独立报 堪萨斯州一起房屋火灾的视频在网络上走红 因为其中一个浴室被发现没有被火焰烧毁 火灾是由松动的电线引起的 电线在墙内产生了火花 火是蔓延到整个房屋 然而由于浴室的门是关着的 火焰无法得到氧气供应 因此浴室保持完好无损 这段视频在TikTok上分享 已经被观看了590万次 并引发了其他人对火灾中关闭门的重要性的关注 坚守阵线对不同的人来说意味着不同的事情 对自由车队而言是自卫 多轮多星报 沃泰华自由车队组织者的律师 对示威者使用的坚守阵线一词的含义 提出了质疑 控方便称 组织者鼓励人们留在沃泰华 尽管警方要求他们离开 这是越过界限从事犯罪活动 便方便称 这个短语有不同的解释 并展示了前纽芬兰首相布赖恩 佩克福德在抗议活动中使用这个短语的视频 暗示它并不意味着任何非法行为 便方还展示了和平行为的视频 并感谢警方确保公共安全 耶伦详细说明了对在美国运营的外国公司投资计划的更严格审查 美联社 拜登政府计划更加密切地审查在美国运营的外国公司的投资计划 美国财政部长贾纳特·耶伦表示 国家安全是美国政府的首要任务 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 FIRS正在发展以满足当前需求 该委员会审查并可以阻止外国公司的商业活动 在降落过程中 捷完航空的乘客受到逮捕的威胁 英国独立报 在一架从纽约飞往佛罗里达的捷兰航空航班上 乘客试图在降落时从行李架上取行李 结果被威胁要采取警察行动 一段TikTok视频记录了这一事件 一些乘客拒绝关闭行李架 并试图在飞机还在空中时下机 机组人员原本希望先让22名转机乘客下机 但超过22人站起来试图离开飞机 结果那些转机的乘客错过了他们的航班 这一事件引发了关于乘客之间缺乏常识和飞行礼仪的讨论 新研究发现 C世代正在改变人们在工作中的说话方式 英国独立报 根据巴克莱生活技能的一项调查 约71%的英国工人认为年轻一代正在改变工作场所语言的正式性 该研究表明 您真诚的和可能关系到谁等短语可能会在未来十年内消失在工作场所 调查还显示 39%的55岁以上的人认为社交媒体是改变沟通方式的原因 而18至24岁的人中只有24%这样认为 超过三分之一的受访者认为传统的电子邮件签名过时了 而更喜欢使用谢谢或非常感谢 2023年的多伦多国际电影节 斯派克里的致敬奖时刻 以及他如何让我想起了罗杰 埃伯特 多伦多星报 斯派克里在多伦多国际电影节TIFF上获得了埃伯特导演奖 他在接受演讲时谈到了他的电影做正确的事 在1989年遭到的负面媒体反映 里点名了大卫 丹比和乔克莱因 他们写了文章表达对该电影会引发黑人间暴力的担忧 里继续讨论了他获奖的意义 以及在《黑人的命野生命运动》中 黑人电影制片人的代表性不足 该奖项由TIFF首席执行官卡梅伦 贝利 电影制片人巴里 詹金斯和电影评论家罗杰 埃伯特的一双茶资 埃伯特颁发给里 里感谢了埃伯特的支持 埃伯特在做正确的事面临抨击时曾为其辩护 文章还反思了著名电影评论家罗杰 埃伯特的影响力 他在去世前每年都会参加TIFF 作者指出 即使在媒体格局发生变化 TIFF更加成熟的情况下 埃伯特的存在仍然在电影节上有所体现 文章还简要提到了TIFF上名人的存在 以及在意想不到的地方看到名人的错觉 在法庭上播放的TikTok视频显示 克里斯 巴伯鼓励和平 谴责车队抗议期间的焚烧国旗行为 加拿大环球邮报 代表沃泰华卡车车队组织者克里斯 巴伯的辩护律师在法庭上播放了一系列TikTok视频 展示了他们的客户鼓励和平抗议 并谴责烧毁加拿大国旗的行为 巴伯和同伴塔玛拉 利奇面临妨碍警察 恶作剧 恐吓和教唆的刑事指控 这些视频是作为对控方证人的交叉审问的一部分播放的 辩方辩称巴伯和利奇参与的是和平抗议 而不是犯罪行为 这些视频正在作为审判中的审判的一部分 来确定他们作为证据的可彩性 男人们多久想一次古罗马 看起来相当频繁 华盛顿邮报 根据一项新的社交媒体趋势 男性对古罗马的思考相当频繁 这一趋势要求女性询问他们生活中的男性 有多经常思考古罗马帝国 回答的范围从每天到每周几次不等 原因包括其世界统治的社会和基础设施 如饮水渠和混凝土 历史学家表示 西方世界在历史上过分强调 与男性有关的罗马历史方面 多伦多的交通拥堵 糟糕的连名人都说他会扼杀你的灵魂 多伦多新报 据一份报告称 多伦多被评为世界上交通最糟糕的城市之一 通勤者每年在路上花费近200小时 包括吉利尔默 德尔 托罗 汤姆 克鲁斯和安德鲁 逢在内的一些名人 对该城市的交通拥堵表示了不满 逢表示 多伦多的交通会扼杀你的灵魂 而德尔 托罗将该市的路怒与加拿大电影进行了比较 多伦多的交通问题也受到了当地人的关注 包括多伦多枫叶队球员马克 乔尔达诺和多伦多猛龙队总裁马赛 乌吉里 欧盟和中国在电动汽车问题上发生冲突 金融时报 欧盟对中国电动汽车行业进行的反补贴调查 是紧张局势升级的一部分 因为该集团旨在减少对中国的依赖 然而 报复性措施对欧盟并不符合利益 欧盟应该专注于加快电动汽车模型和专业知识的发展 以确保其不过度依赖中国的生产 增加税收激励措施和建设充电基础设施可能会有所帮助 欧盟需要从过去吸取教训 不要诉诸保护主义 这就是爱 国防部将展示自由车队社交媒体帖子的不同面貌 多伦多星报 克里斯 巴伯和塔玛拉 利奇的辩护律师在法庭上呈现了一些视频 展示了自由车队抗议活动中更和平的一面 这些视频来自巴伯的TikTok账户和自由车队2022Facebook页面 展示了巴伯呼吁和平行为 讨论人群的爱心本质 并感谢警察确保公共安全 这与之前有检方展示的视频形成了对比 检方试图证明巴伯和利奇对一场非和平抗议活动施加了控制 这些视频是沃泰华警方侦查的一部分 由沃泰华警方侦探指示下的乔安娜 皮洛特警官下载的 尼克尔巴克知道你讨厌他们 而且他们想谈谈这件事 华盛顿邮报 加拿大摇滚乐队尼克贝克发布了一部名为恨爱 尼克贝克的纪录片 讲述了他们多年来所面对的强烈仇恨 尽管受到批评 但该乐队拥有庞大而忠诚的粉丝群 这一点可以从纪录片首映会上有2300人参加 以及有1万人观看他们在多伦多国际电影节上的免费演出来证明 该乐队在全球销售了5000万张专辑 并在2000年代在美国广播电台播放次数最多的歌曲 然而 他们也成为了笑话 网络迷因和强烈抵制的对象 这部电影探讨了仇恨对乐队和他们的粉丝的影响 尼克贝克的成员 网络迷和麦克克克讨论了仇恨对他们的影响 麦克指出对他的兄弟主唱Chad Kroger的人身攻击 尤其令人伤心 这部纪录片暗示 仇恨可能源于乐队被认为缺乏原创性和他们的工人积极形象 然而 乐队认为潮水可能正在转变 年轻一代正在发现他们的音乐 越来越多的人公开表达对乐队的支持 乐队最近与瑞恩·维诺兹合作 并在TikTok上取得了成功 这也可能有助于他们重新赢得人们的喜爱 尼克贝克的53个城市的北美巡演销售情况良好 并已被预定在2024年参加Stage Coach音乐节的演出 名人拍卖听起来很古雅 但他们揭示了名人的黑暗真相 英国独立报 Ebay拍卖提供与名人一对一体验的活动 引发了人们对粉丝与名人之间不自然关系的质疑 这种现象在社交媒体的推动下 模糊了名人与粉丝之间的界限 导致人们对名人产生了一种所有权和占有欲 尽管这些拍卖是为了一个好的目的 但他们凸显了对名人的非人化和对名人文化的痴迷 这些拍卖仍然受到欢迎的事实表明 社会深深地沉浸在崇拜名人的文化中 ARM的IPO 这家半导体设计公司的未来看好 德国之声 英国芯片设计公司ARM 为苹果、三星等个公司的产品设计半导体芯片 经过日本公司软银集团320亿美元的收购后 重新回到纽约股市 去年 美国监管机构因竞争担忧而阻止了ARM 以400亿美元的价格 出售给美国芯片公司英伟达的计划 软银集团为ARM的首次公开募股超额认购了10倍以上 每股发行价为51美元 使公司的股市价值达到545亿美元 中国再次降低银行存款准备金率 以促进经济复苏 日经亚洲 中国央行人民银行宣布 为了增加流动性并支持国家经济复苏 将下调银行存款准备金率RRR25个基点 这是今年人民银行第二次降低RRR 此前曾在3月份进行类似的降低 此举预计将释放超过5000亿元人民币 687.1亿美元的中长期流动性 央行还承诺将其政策精确而有力 以支持经济并稳定人民币汇率 政府承认需要采取更多措施来防范中国的干预 英国独立报 英国政府承认 中国的一些行为已经超越了影响力的范畴 涉及到干涉 并且承认需要采取进一步措施来保护英国的利益 政府的回应是在一份议会报告警告称 英国对中国构成的威胁的应对不足之后做出的 报告指出 中国情报机构大量且积极地针对英国进行渗透 政府承诺投入更多资源来应对中国带来的长期挑战 并认识到中国的招募计划 试图挖角英国在关键职位上的国民 秋季必看的十部电视节目 加拿大环球邮报 这篇文章介绍了观众们可以期待的十部秋季电视剧 这个列表包括了各种类型和改编作品 包括如何成为一个失败的流行歌星 性教育 加拿大陶一大赛 斯科特 皮尔格里姆的冒险 肖尔西 克拉波利斯 另一个黑人女孩 世界末日的谋杀案 同路人和远离下坡 这些剧集涵盖了从喜剧到剧情的各种主题和故事情节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举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6dobrave.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